翻開這個 序文第一頁 序文 課長 南無大方廣佛華言經 南無華言會上佛菩薩 南無大方廣佛華言經 南無華言會上佛菩薩 南無大方廣佛華言經 南無大方廣佛華言會上佛菩薩 南無華言會上 今天呢 是 1997 民國 86年 12月6號 我們呢要開這個華言經 我們要開這個華言經以前啊 已經 講了 八年的經典 換句話說 給諸位啊 已經打下這個本身後的基礎 那麼這個華言經啊 號稱為金王 號稱為金王 他的篇幅啊 很大 他的匿容啊 很齊全 裡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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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呀 五界啊 十善啊 四地啊 四地啊 十二因緣啊 六度啊 還講到這個 頓悟的真乳 換句話說 換句話說 話言呢 呢 包括了一切佛法的 啊 精華 精水 所以我們今天呢 如果來研究這個花言呢 呢 恰到好處 那麼 也給這一些 老參的人啊 一些總複習 一些總複習 那麼也給這個初學佛法的人啊 有一個整體性的概念 華言呢 我在三十三歲的時候 講過 可是那些法師啊 幾乎都聽不懂 那麼我現在啊 是針對這些居士來講啊 要下架 這個 經教方面呢 或者是 水準方面呢 稍微降低一點 使這個 佛法 這個華言的大法呀 能夠普遍性的來 讓大家來接受 這種東西啊 是很深奧的 但是因為它包羅萬象啊 也有一些 可取之處 雖然是深奧 對初級的來講 也很受益 對有大聲根性的人 也很受益 那麼對這些老參的人 也更受益 華言是最高超的哲學 那麼 我們呢 至於要講多久啊 就沒有沒有這個期限啊 沒有這個期限啊 一般講華言經 都是選著講 選極品啊 敬恨品啊 普賢恨厭品啊 選極品講或者是 實惠相品啊 實地品啊 我們現在啊沒有這樣子 我們是從頭到尾 講多久就算多久 好 我們先看看這個 這個旭啊 這個旭啊有兩篇啊 一篇呢是師父寫 一篇呢是母則天的旭 啊 這第一篇呢 我們要先講這個華言 那時候我們來 因為啊 印了很多書 然後我們呢 來寫一篇旭 暢印 這個翻過來第一頁啊 暢印 大方廣佛華言經 書論轉要旭 寫在前面的這個就是旭了 那這個要分段落來看 第一段我們要看 大方廣佛華言經 要先看這一部經 它有幾種譯本 多少的眷術 翻譯的人是誰 譯出的年代 還有主要的著書是什麼 大方廣佛華言經 在接下來呢 我們要談 大方廣佛華言經 書 書就是書通 把經文解釋 那叫做書 以前沒有註解啊 以前人沒有講註解 這個名詞 以前的人叫做書 書就是使他更通達 使他更通達 那麼書 書啊就 解釋書的就叫做操 操 一個金字旁 在一個哨狀的哨 把書再加以演繹解釋的 叫做操 這個操 這個操 金字旁的操 跟提索旁的操 操寫的操 是具有相同的意義的 是同樣的意思 就是把書再加以解釋 把它操寫下來 叫做操 所以我們一般呢 都是連著講 叫做 華言經書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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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兩本啊 其實是兩種 一種是華言經書 一種是華言經超 但是因為大家都念得很快了 就是華言經書超 變成以為這個是一本書 其實這個是兩本啊 那麼再來 再解釋 大方廣佛華言經論 論就是一問一答 叫做論 一問一答叫做論 那麼這樣子 我們總共要解釋幾種呢 就變成說 這個轉要 轉要 轉要就是把它編輯成冊 整理一下 不是自己寫的 把古人的著作 編輯成冊 加以整理 要就是精華 切要之處 換句話說 這個大標題啊 就學問很大了 變成大方廣佛華言經 它綜合了三種 然後把它編輯精要 切要之處 換句話說 一本是華言經的書 一本是華言經的抄 一本是華言經的論 論 書抄都是陳冠大師寫的 論 是這個李同璇 找伯彰哲所寫的 找伯彰哲所寫的 所以到最後轉要 就把這書六十卷 抄九十卷 論四十卷 然後再還有一種別型書 後面會講到 把它加以整理起來 就變成轉要 又變成道配大師 所把它整理編輪的 換句話說 整句的意思是 道配大師把陳冠法師的書跟抄 跟李通賢的華言經的論 整個把它整理過來 不要使它重複 編轉編輯成精要 切要的地方 以免大家看了繁瑣 就是這個道理 我們一步一步來講 這個不容易的倡印 大方廣佛華言經 先看到這個地方 先看到這個地方 好 那麼 諸位把你們手上的資料 拿出來那一張紙 那一張的講義 表解一 華言表解一 大方廣佛華言經 簡介 我們先談到這幾個字 其實這一部經 書跟抄跟論 等一下談 說大方廣佛華言經 又稱華言經 一般來講都稱為華言 華言經 或者是叫做雜花經 裝飾著各類的花的一部經 這是大聖佛教重要經典之一 號稱經王 只要是大聖佛教的 沒有一個沒有聽過華言經 這一部大經 大家都一定聽過 只是很少人去把它全部的看過 翻過了倒是有了 徹底的看過了倒是沒有 說我國華言中就依據這部經 立這個法界緣起 世事無礙 法界緣起 什麼叫做緣起 要建立在哪個思想呢 也建立在無常 無常 無常它才能夠緣起 緣起就是無自性 緣起無自性 花沒有花的性 找不到永恆性 人也找不到永恆性 凡是一切像都是緣起的假像 你找不到一個自性 法界就是把佛法扣充到 整個虛空界通通是緣起 所以建緣起即建道 悟到了一切法 都是條件所構成的假像 換句話 用一句科學的角度來說 你只要悟到萬法 都是顆粒微尘所構成的 暫時所幻化出來的 電子之子中子 這些所構成的假像 悟到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受者相 我心中不貪著一切法 莫求 莫找 莫取舍 會緣起嗎 空無自性 法界緣起 範圍就很大了 一般來講 阿涵都是講 圓身 因圓身 因圓面 華言是講法界 這個範圍是大的不可思議 整個法界通通是緣起無自性 簡單講就是建立在空性的思想 那麼在華言稱為真如 那緣起 再談到四四無愛 四四無愛就是大能容小 小能容大 這在凡夫位來講 這簡直是不可能 大可以容小 小怎麼能可以容大呢 這個四四無愛是建立在 自信的角度來說的 意思就是一個悟道的聖者 一個悟道的聖者 沒有大跟小的相 那麼他有大神通 大神通 大距離遠 障礙不了他 他有一聲聲 小不能阻礙他 因為他可以大神通 進入這個小的世界 乃至於顆粒為成的世界 換句話說 自信本來就沒有大跟小 所以可以四四都互相融入 大人容小 小人容大 大跟小本來就沒有定向 就融入我們的自信真如以後 這些所有的事項通通是心法的影線 那麼心本身就沒有像的障礙 對於凡夫來講 這剛強的我法二子 就造成處處的障礙 所以這個四四外法界是華言的最高的境界 就是事項跟事項都沒有障礙 說作為成立轉大法輪 以豪端獻保王岔 那麼就是 愣眼睛說假的 以豪端就可以獻保王岔 作為成立轉大法輪 這個通通通通是描述這個四四外法界 等這個妙義為終局 那麼本經系世尊全道後的第二七日 就是十四天了 在菩提樹下藉著文書 文書是代表大志 菩弦在代表大恨 其實這兩尊就是表法的 這兩尊就是因地的表法的 表法表什麼法呢 是你要成就披露之那佛 法界的法身佛 你必須要有大智慧 菩弦菩薩就是你還要同時去實踐它 不能只有空談理論 你必須要去實踐它 所以這個文書跟普賢是表法的 表法的 表示不生不滅的大智慧的因 不生不滅的大恨普賢菩薩的行 你有智慧你不行 那達不到目的 就像一隻鳥有這個翅膀 可是牠不飛就達不到目的地 所以你有智必須行 但是你有行你必須借重智慧 你必須借重智慧 不可以盲撞 不可以盲撞 所以藉著文書的智 普賢的行 等諸大菩薩而宣說如來的智內政法門 這個智內政三個字 要背起來 什麼叫做智內政呢 就是只有我們能夠體悟 別人感受不出來 我心中憎悟的正量 智內政 換一句話叫做正量 這種智內政的正量 只有自己獲得到 這樣子的甘露的法的喜悦 別人是隔蝎燒養 你怎麼樣把智內政的功夫 講給對方聽 對方要是沒有悟到 沒有這種智內政的功夫 是風馬牛不相擠 彈起來就像隔蝎燒養一樣的 所以這個智內政呢 就是佛陀逆在的正量 佛陀逆在的正量 這個不是一般凡夫有辦法的 講講不出雖然 悟不到什麼東西 叫做智內政 是一華言經教 乃是教法中的根本法輪 根本法輪是對這個 字幕法輪所講的 根本法輪所講的 就是究竟的法界的真辱 換句話說 華言也是叫人家要頓悟 其實跟禪中的思想是一樣的 可是有的根性不夠 他就把它演化成 二聖 三聖 五聖 這個都是方便說的 根本法輪就是什麼 一佛聖 無二 亦無三 除佛方便說 根本法輪叫做 秤性本教 秤性本教就是 沒有葛藤 單刀之路的 就棄入不生不滅的 畢竟空性的 這個角度 平等的空性 秤性本教 誤告的人 他就是正性的本教 所以聽誤道的人的講經 他就如影甘露 沒有 這個人在講經當中 他沒有誤道 雖然講得很好 但是好像隔斜燒養 只是一個裝飾品而已 你的養素他抓不到 他抓不到 為什麼 他本身就沒有開 他怎麼講呢 他沒有誤道 那個人就知道他的本地風光 本來的面目 所以這個秤性本教 就是講我們每一個人 所具足的那個佛性 那當然他一定要誤啦 他誤啦 他就可以把佛性顯現出來 他的語言當中 他的聽法當中 他的一切行住當中 都是大用獻權 大用獻權 就是秤性的本教 這是根本法輪 那麼另外那個三聖 叫做知墨法輪 知墨等一下會講到 三法輪 知墨法輪 那麼又屬於遁教法門 遁教 為什麼 他不立皆位 為什麼遁教呢 因為這個出諸位 就是佛位 佛位 不離出諸位 這個出諸位 一下手 就是國地絕 就是佛 這個謊言的出諸菩薩 就可以分身百戒 視線八向成道 他就是佛 就是佛 所以啊 就是遁教法門 為什麼 不立皆位 不立皆位 沒有 講到究竟的東西 所以這個禅宗 直指人心 明心見性 見性全佛 如果有個人講說 禅宗所講的說 他正出國 他正惡國 他正三國 他正四國 那是外行的 真正遁教 沒有接位 沒有見次 單刀之路 明心見性 見性全佛 他單刀之路 就是佛 那沒有什麼 什麼出國相 出國二國相 二國三國相 三國相 三國四國相 四國 沒有這個東西 講這個出國二國三國四國 是方便 講信住形象地 等於這個 也叫做方便 通通叫做方便 真正遁教法門 沒有見識 沒有接位 直下 就是我們 本來的佛心 又屬於遁教法門 亦稱為 遁 初遁華眼 初遁華眼 佛陀最初 三七日 講華眼 那麼內容敘述佛陀的陰形 陰形 就是不生不滅 他用不生不滅的心去修行 或者是果德 也是不生不滅的莊嚴果德 就是化障世界海 佛陀的陰形果德 就像札花莊嚴 用札 札就是多種類的 好像多種類的 花 就把它莊嚴起來 為什麼多種類的呢 因為從陰地到果地 節 你要修種種的苦恨 種種的智慧 種種的不虚 當然是很多了 所以這個修行人 要記住 這不壞事項 不可以把這個事項 雖然說 本體界是必進攻 但是你還是要行 布什慈禧人物 精進禅定波人 為什麼 這些通通是四象 你悟到的時候 四象就是本體界 本體界就是現象界 本來就是不惡的東西 札花莊嚴 就廣大圓滿 并開顯出 重重無盡 世事無愛的法界妙指 什麼叫做重重無盡呢 比如說 一亦成宗成術佛 各處菩薩眾慧中 無盡法界成毅然 身信諸佛皆充滿 成宗有三千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有圍城 圍城裡面又有三千大千世界 就叫做重重無盡的法障世界 重重無盡的法障世界 如果我們搞不清楚状況很簡單 你今天晚上啊 我教你一個什麼叫做重重無盡的 你去點一根蠟燭 去點一根蠟燭 知道嗎 你去點一根蠟燭 這個蠟燭要放到中間 這個蠟燭放中間 左邊放這個鏡子 右邊也放鏡子 然後給它對立 放著你中間只要放一根蠟燭 你再看看那鏡子裡面 一個一個一直連接下去 就重重無盡 一極無量無量極 你放一根蠟燭在中間 然後左邊也放一個鏡子 右邊也放一個鏡子 左邊也放一個鏡子 然後蠟燭一點 才一根而已 那裡面就有很多的蠟燭 你不相信嗎 回去試試看 因為體會不出來 只好用這種鏡子 自己回去照照看 照照看 這隻而已就這麼多 一層一層再 它影射過來再影射過去 它照過來再照過去 就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 慢慢去體會 寵寵無盡的世界 然後世事無礙的法界的妙子 本經的三種藝本 這個表解說明如下 一般有六十花言 六十花言又叫做舊花言 要畫一下 為什麼 這很重要 舊的花言 舊花言稱為禁義花言 或者是禁經 一般人就稱兩種 舊花言或者是禁義花言 禁朝所翻譯的 花言經 叫做禁義花言 要畫起來 八十花言 就是新花言 這個要畫起來 唐義花言 唐朝五之天 這個下命令 動用國庫 把它徹底的資料 他們這個禁貢的資料 或者是虛義其經的資料 綜合起來 翻譯的一部大經 唐義花言 又叫做新花言 所以我們稱為 舊花言 就是六十花言 新花言 就是八十花言 大部分的人 都是用八十花言做版本 大部分的人 為什麼 因為它是最齐全的 篇幅是最廣的 而且施察蘭鐸 所翻譯的經典 會廣為大家所接受 因為那個文 翻譯的文章 實在是美不勝手 所以我們現在 大部分所有的版本 都是研究八十花言 再來四十花言 是大方廣佛華言經 入不思議解脫 境界普賢恨厭品 這個是四十花言 是把最後的 然後加以發揮 所以這個是普賢恨厭品 入不思議普賢恨厭品 四十卷 其實這四十卷 是華言經的最後 可是它講得很 比較詳細 因此這個八十花言 最後接四十花言 這個不衝突的 總共是一百二十卷 才能成為整部 華言經的完整性 才能成為整部 華言經的完整性 所以說 我們研究這個華言 基本上的東西 要了解 那麼這個六十花言 就是從這個眷術來命名的 因為總共有六十卷 成為六十花言 那麼八十花言 是因為有八十卷 所以成為八十花言 那麼這個四十花言 因為眷術有四十卷 都是入不思議法界 然後普賢恨厭品 就是這一品 只有一品而已 就整整佔了四十卷的空間 四十卷 所以成為四十花言 所以六十花言 就是到六十卷 八十花言就是到八十卷 四十花言 就知道這裡面是四十卷 品數來說 六十花言有三十四品 三十四品 就是我們所講的 幾課 第一課 第二課 第三課 第四課 我們小學的課本 第一課 第二課 第三課 第四課 這樣子 以前叫做幾品 第幾品 那麼八十花言 是三十九品 就是分三十九個段落 那麼四十花言就是一品 那麼這個篇幅很大 四十花言 一品 但是篇幅非常大 篇幅非常大 那麼六十花言的巨頌呢 有三萬六千個巨頌 那麼這個簡單看一下就可以 八十花言是四萬五千個巨頌 那麼四十花言是一萬六千七百個巨頌 底下這個意子很重要 六十花言是北天主 就是北印度人 北印度的一個三藏法師 叫做佛陀巴陀羅 佛陀巴陀羅 這是北印度的一個三藏法師 稍微要背一下 六十花言是誰翻譯的 就佛陀巴陀羅翻譯的 那麼八十花言呢 這更不可以忘記 一般的版本呢 通通是用這個 余天國 余天國啊 就是我想接近我們現在的新疆省來練 有三藏法師 十叉南陀 這個全部要背起來 你佛陀巴陀羅忘記還沒關係 這八十花言是誰翻譯的 就是十叉南陀 這個一點都不可以忘記 四十花言呢 這個比較少人去探討它 《悉病國三藏法師》 《阿波陀》 《阿波陀 José》 《阿波陀 awhile》 《阿波陀蘭》 《阿波陀》 《阿波陀 lo has approved》 不过这个工程并不是浩大 那么武则廷这个工程就浩大了 它这个是几百个高僧当事的高僧大德 然后有几个特别有修有正的高僧大德 翻译论文 然后一步又一步的动用的国库之多 人数之多的堪称有史以来之最 所以这个是八十华言是在周之天 因为这个武之天改国号为周 那么武后正圣 这个年号叫做正圣 正圣就是武之天的年号 元年到胜利二年 到胜利二年 就是西圣六百九十九年 到西圣六百九十九年 这个都是武之天在位的时候 武之天在位的时候 因为它就是正圣元年 那么胜利就是他 武之天的年号 用这个正圣这两个字 从正圣元年一直到胜利二年 在西圣六百九十五年到六百九十九年 这个历史五年之久 那么动用的人数 皇宫所花费的经费也是很庞大 翻译或要抄写 以前那有什么好的 什么打字行打字 电脑打字 没有的 通通是用抄的 华言经 如果我讲一下 我们下次要开课开华言 要参加华言经的人 回去把华言经抄一遍 大家就和你 现在就大家发一本 出个几百块 就畅印了 你看上中下这三本 要抄一遍 你想想看怎么抄 以前就是这样抄 一抄就是好几年 以前经典都是用抄的 我们现在是不懂得珍惜 是因为太方便 出个多少钱 很简单 以前经典是抄的 用毛笔 一个字一个字抄的 所以因为他吃过苦头 他就会珍惜 很珍惜这个经典 翻到烂掉 还不敢丢掉 翻到烂掉 他都不敢丢掉 为什么 抄一遍的开玩笑 是不是 我们现在稍微旧一点的 师父这本鼓鼓 给你处理 就抄来 为什么你不自己处理 为什么你快破了 快烂了 快旧了 你才拿来给师父处理 不是增加我的困扰吗 这个罪过无量 就是你要自己自己处理 师父你怎么处理这个旧经典呢 你就把它 能够补的补一补 不能够补的把它封起来 放到干净的地方供养 就是 好 那么再来自四十花言的 溢出的年代 是唐德宗 增元十二年 到增元十四年 到增元十四年 那么是七九六到七九八 这个历史也是三年的时间 当然这个就不能跟五十天这个八十花言的场面 动用的出家的高升 超写的人数 这都不能相对并论 那么六十花言主要的注解 一般人几乎没有在用 是最后一本的探险句 这个法杖法是这个 这个就要背一下 这本探险句是很重要的 主要的注数 六十花言的注数 那么 华言 华言经 搜寻分纪 分纪就是程度了 它能适合哪一个阶位 通至方鬼 这是子言和尚所翻译的 这个也是华言经的主学 智言法师 这个我们将来会研究到 智言法师 那么这前面两本 不记没关系 底下这本要记一下 华言经探险记 法杖法师 所注解的 这是六十花言 这本要记起来 那么八十花言 要记两本 第一个 华言经书 一个顿点 你看 操 一个顿点 所以我师傅 开宗明义 一刚开始 已经讲过 书跟操 是两本书 不是一本书 我们讲书操 是方便说 那么书操也可以说 就是操 为什么 因为它是解释书的 叫做操 解释经典的 叫做书 意思就是 解释经典的 叫做书 华言经书 再把书解释的 叫做操 又解释一遍的 叫做操 陈关 这个没有一个人 不认识的 我们的大藏经 华言经书操 通通是他的 这个篇幅之大的 吓死人了 华言经论 这是李通贤 长者 这是个居士 那么 陈关大师的传记 李通贤的传记 后面都有 后面都有 那么这两本 要避起来 就是 道配大师 就是融合了 华言经的书 跟抄 这陈关法师写的 融合了华言经论 是李通贤的 然后把它做成一本 转要 做成一本转要 然后再来 华言经纲要 德清法师写的 叫汉山大师 是不是 那么这个 没有 没有人去记这个 这本书不流通 不流通 不流通 所以 也很少 盛行一试 再来 四十华言 就是华言经 恨宴品书 这个就 很流行 陈关法师写的 那么这个 普贤 恨宴修正仪 这是 静元 法师写的 这不流通 不流行 华言经 普贤 恨宴品 别行 书超 忠密大师 那是华言的祖师 刚刚讲的 智元 法师 也是华言经的 一代祖师 忠密大师 也是华言经里面的 一代祖师 这样我们要谈到 华言的传承 就会谈到 这个忠密大师 非常有名的 非常有名的 好了 我们认识了 这个华言经以后 我们再来 要认识 这个书 那么 大方广佛华言经 已经这六个 二四六七 七个字 大概了解 它的翻译 年代 为什么称六四华言 为什么称八四华言 为什么称四四华言 在哪一个朝代 是谁翻译的 都有一个简单的idea 就是一个概念 一个观念 一个观念 那么我们现在 只要看到的是 大方广佛华言经书 加一个字 这个书 顾名诗意 就是疏导经典 让它通顺 你说 这个人 乌足 法师 你吃杯 把他疏导 疏导 就是把他疏通一下 这个烦恼 卡住了 需要 需要跟他疏导一下 疏导一下 佛教是用疏导的 这个四季人是 红一红的 女人是需要红一红的 骗骗的 佛教是不讲红一红 讲疏导 疏导 靠位 找给主上 对不对 疏导 所以说 华言经书 就是把这个经典的疏通 使他更了解 我这里有资料 华言经书呢 稍微写一下 总共六十卷 六十卷 唐代 陈冠法师 转 这个转 就是集合各大小圣的注解 然后加以剖析 再加上自己的意见 就是陈冠法师 所以陈冠法师那里面 很多都是引用大圣起信论的 引用其他的经典的 引用阿含的 通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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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冠大师 转 那么这个大方广国华言经书 又成为华言经书 或者是新华言经书 或者叫做 称为清凉书 因为他后来是 皇帝把它册封成 清凉国师 清凉国师 所以称为清凉书 华言经书 又称为清凉书 清凉国师的清凉书 或者叫做华言大书 大小的大 为什么 因为这本书真是太大了 这本书真是太大了 所以称为大书 说在大阵帐第35册 说在大阵帐第35册 好 简单有个观念 这个就是华言经的书 底下我们讲超 其实它这个超字 不是只有一个字 它是随书演绎操 随书就是随着书 然后就是刚刚讲的 黄言经的书 跟随着书演绎 就是三国演绎的演绎 演绎就是把它贯串起来 使它意义更加的表白 表明更加的彻底 明显演绎 演绎就是历史的渊源 把它贯串起来 意思就是随这个书 然后把它演绎起来 抄再重新腾抄一遍 腾抄一遍 所以其实华言经抄 虽然是一个字 其实整部经的这个抄 的解释是 华言经随 随所拈来 这个随 随便的随 随书演绎操 这个操 巨族的名项是这样 我们也在讲 华言经操 其实是华言经随书演绎操 写一下 这个总共有九十卷 有九十卷 也是陈关大师所赚的 整部经 整部整个抄 虽然用一个抄字 华言经抄 但是 所整部的名词 应该是 大方广佛华言经 随书演绎操 演绎操 简单略称为随书演绎操 或者是华言大书操 或者是叫做演绎操 反正是你后面有一个操字 就是随书演绎操 总共有九十卷 九十卷 收在大阵仗第三十六册 那么这本书 随书演绎操 跟法藏法师的探险记 华言经的探险记 同称为华言经注解的双臂 这个臂就是美玉 我们的墙壁的壁 是土布底下 这个墙壁的壁 那个土改掉 改成一个玉 完壁规造 这个壁 墙壁的壁 底下把它除掉 用一个玉加进去 这个就是这两本书 这两本的著作 著解 这两本的著解 是解释华言最棒的 一本是法藏法师的探险记 六十华言 刚刚师傅也讲过了 六十华言探险记 一本是陈关大师的 演绥书演绎操 是解释华言最棒的 所以说什么是抄呢 就是把华言经的书 再详加解释 把它开展起来 演绎起来 而成为一本书 叫做抄 这个有九十卷 再来我们看看 大方广佛华言经 论 现在讲到论了 这个论字 论 写一下 论总共有四十卷 四十卷 是唐代李通玄传 说在大正当第三十六册 第三十六册 本书啊 是就十叉难途所翻译的 十叉难途所翻译的 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八十华言 是不是叫你要背起来 八十华言的翻译者是谁 十叉难途 这个你要非背不行 十叉难途所翻译的 新华言经 名其玄子 说明他的玄奥之子 并随事经文而成 并随事经文而成 所以这个李通玄 也是不得了的 也是不得了的 这个叫做论 新华言经论 论就是问答 讨论的方式 把它讲出来 那么再来就解释说 大方广佛华言经书论 来 书论 就是 由大方广佛华言经的书 再大方广佛华言经的超 再加大方广佛华言经的论 书六十卷 超九十卷 论有四十卷 六十加九十加四十 总共一百九十卷 一百九十卷 这个通通是针对 八十华言的注决 另外还有一本 是普贤恩怡品 是别形书 它有一卷 一卷 是针对华言经的卷试史 最后一卷 叫做别形书超 别形书超 有六卷 别形书超有六卷 别形书一卷 别形书超有六卷 这个别形书 你们可能看得不清楚 你们顺着这个次序 不要翻得太远 翻到第十五页来 我叫你看看 什么叫做别形书超 十五页的左边 属于第二行 卷一百十七 普贤恩怡品 就是四十华言的卷四十 卷四十就是第十 第四十卷 别形书超有没有 别形就是个别发行 因为这普贤恩怡品 单行本 可以单独的发行印出来 跟人家讲解 结言 或者是礼拜 或者是赞颂 通通可以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别形书超 就是单独印出来 别形书 另外印出来的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 普贤恩怡品 普贤恩怡品 只有单行本 为什么 它就是另外自己印出来的 所以这个普贤恩怡品 四十华言 卷四十 别形书超 转要之一 转要之二 转要之三 转要之四 是不是 那就把这个四十华言的 最后一简 四十 卷四十 把它加以解释 那么这么样加起来 就是别形书 有一简 这是四十华言的 卷四十 别形书超 有六卷 那么这样加起来 总共多少 就是七卷 那么再加上 前面讲的书 六十卷 华言经的书六十卷 华言经超 有九十卷 华言经的论 有四十卷 加起来六十加九十 加四十 一百九十 别形书有一简 那别形书超有六卷 加起来总共有一百九十七卷 一百九十七卷 你看这个一百九十七卷的篇幅有多大 一般人哪里有那个心力 把它全部看完 不太可能 对不对 我们要每天做一个早晚课 定一个钟头 这样实施贯彻 早晚二课 早课一个钟头 晚课一个钟头 除了我们这讲堂的出家人 这样贯彻到底 一般人在家居士很难 当然也有的 每天念早上一个钟头 晚上一个钟头 而且是持之以恒的 没有间断的 这个就很难了 何况说一百九十七简的 华言经的书超论 然后别形书 别形书超 一百九十七简要全部把它看完 所以这个道配大师 就发现这个木法 这个众生的根性 喜欢浩检 所以就把这一百九十七简 把它转要 转就是编辑整理成一册 然后把这个精华切药之处 把它揭露出来 总共集一百二十卷 一百二十卷 晚课说我们这一本上中下 就是道配大师的东西 就是道配大师 华言经 把它整理成简单的资料 你看这一本上中下 这么厚厚的三册 这样叫做简单恶要的解释 可见那个有多烦 有多大 篇幅有多广 啊 是不是 好 看这个序文 大方广佛华言经者 明一针之法界 是诸佛之果源 产玄伟之妙子 显无边之中趣 穷离尽兴 测果该音 丛容壮阔 浩瀚汉洋 于其广大 则无所不包 于其精深则无所不悖 穷超情侣 连言绝诗 统色全经 浩子曰王 此经称根本法轮 非为开箭之机 亦乃色目之本 足钱正担 贤罪尊善 诸足之事 地相师臣 皆不占融通 身心体解 故能各以外辩 弘福妙趣 法界宗旨 昭酷名郎 已然四所慎行者 乃清良国师 陈官之大方广佛华言经书超 以及赵博长子李通贤的 大方广佛华言经论 书超分章戏剧 穷援机尾 论者广论佛义 会归至心 堪称双美 皆修正之极鬼 极致清代 既有道配大师 写取 这不念解啊 念写 息也写 写取二者之经要 合筑本经 其为大方广佛华言经 书论转要 一书少计清良 找博之心传 开言披露之那之妙地 直探法性 不生经为 实乃修学华言 大圆满法之良导 逢此宣讲华言 教海之计 特将此书论转要 重新予以编排 教队 公印 疏通 流通 溥厌一切友情 同灯 化障 玄门 共入 毗鲁姓海 佛历 二五四一年 西元 一九九七年 高雄文殊讲堂 四会里 锦续 这个不是古代人写的 这是现代人写的 你们能复不住去 念起来好像古人 像是已经死掉的人写的 其实不是 这个人还活着 那